不到十秒疫苗迅速接種完畢 新冠疫情升溫 查比例疫苗 開打九號首日 就有超過一萬幾千多人施打 按照我們診所的狀況來講 昨天其實大概一天的施打量 大概就超過了上個月的四分之一以上 所以昨天打人數真的非常的多 1月2號到1月8號 國內新增500多名新冠病例 更造成其中48人喪秘 創下新高 疫苗很重要 我們疫苗引起的抗體重是它的逐漸的下降 所有的人我們都建議要至少打一次疫苗 至於如果是死亡者跟那個 有潛在疾病或沒功能不好的人 他們重症跟那個生命危險的機會是特別高 他們特別需要一定要打XVV的次世代疫苗 不只新冠疾患術統計 新年第一週類流感就診人數超過12萬人 創下10年來新高 以感染腺病毒患者最多 醫師提醒肺炎鏈囚菌流感疫苗 新冠疫苗也可以同一天施打 尤其春節即將到來 接種疫苗防範免疫負債 小孩子的呼吸道感染 尤其是RFV 他有看到這種現象 因為這個是兩三年之間出生的小孩子 他沒有得到免疫力 目前流感跟新冠的疫情 都是創這個過去幾週以來的新高 而且預期未來三週還是會持續增加 到春節前的一週才會達到最高峰 春節迎來疫情最高峰 疾管署也呼籲民眾施打疫苗 才能有效預防重症過好年 靜新闻黃紅衛莊紫芸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計算izamenti heee totour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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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